依旧根源是美国 但牵动全球金融市场 就是一天比一天逼近 6月1号美国的举债上限到期 这星期总统拜登又和国会领袖 进行二轮协商 很希望在这个周末达成协议 就是国会同意提高举债上限 美国经济情况 最新的4月零售报告出炉 整体是温和回升 那美国消费者花钱的意愿不减 这让担心通缩的忧虑 可以暂时搁置 美哈肯下沉一个老牌 折扣百货的旗舰店 竟然可以重新开张 而且常常的排队人潮 看得出消费不是完全没有意愿 只不过要有更多刺激的新手法 纽约市长现身剪彩 店门口外大排成龙 等着这间以实惠的折扣架 贩售精品服饰的 21世纪百货旗舰店重新开张 这间老牌折扣百货 在1960年代创立 曾在2001年遭受911事件冲击而关门 后来以希望的象征重新开幕 直到两年前又不敌疫情冲击 宣告破产 13家门市全数收摊 如今东山在一起 除了继续让消费者减好康 也盼能把实体购物的体验延续下去 不止350名员工跟着回到工作岗位 还多了新的自住结账机台 全美的买器畅不畅旺 可从最新数据得知 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4月零售销售 温和上升0.4% 虽然略低于市场预期 但依然稳固 显示通膨物价放缓迹象 不过当天的美股被全美最大连锁家居建材 零售商加德堡 差强人意的第一季财报给拖累 三大指数说黑 而纵观全球经济前景 电脑车大厂特斯拉的年度股东大会 在德州奥斯订登场 执行张马斯克一开场就示警 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马斯克在15号的一封员工信中指出 不再招募新进员工 除非经过他本人核准 而针对制造电动车电池 主要来源的沽矿 马斯克也做出承诺 此外特斯拉的电池 特斯拉即将执行一件 自创立以来从没做过的事 尽管最让股东们头痛的推特 由了新执行长来救火 但马斯克的压力并没有减少 包括投资人持续紧盯 接放下一任特斯拉执行长的人选是谁 而近期牵动全球金融市场的未爆弹 无疑就是美国的债务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再度和国会山庄四大领袖巨首 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 这场面跟一周前的首次协商似曾相似 只不过距离联邦政府史上可能的第一次违约 又向前逼近了一周 第二场协商结束后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问到了 双方是否还存在重大分歧 周三拜登就要提升前往日本广岛 参加G7峰会 而随着六月的债务违约大限到来 白宫表示正在评估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完成 拜登原本该接着进行的海外访问行程 各说各话之余 双方都表示不排除这周末就能达成协议 TV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